OK,那我們現在繼續開始,你看到我的PowerPoint嗎? 見到,還未是Desendation Mode Desendation Mode 我記得 一般我們香港人叫做張藍隧道 張君澳去到藍田 其實張君澳不是張澳,是條頸嶺 怎樣都好 我這個說的範圍不只是說隧道 很多人的注意點就是去到隧道 其實有些複雜的位置 根本離開了隧道很遠 做了很多其他工作 我這次說包括藍田的交會 真正的那條隧道 還有張君澳交會 然後就有一條 Connecting Wallway 不是,那裡不是一條東西 都是一個交戶來的 一直駁回到張藍澳市區裡 最後那個就是Cross Bay Link 就是那個公司的名字叫Cross Bay Link 這裏我想強調 其實有很多很重要的Cross Work Element 在裡面 譬如說 有大量的Walk或者Slope Cutting的工作 實際的Tunneling Work 或者很多不同的橋樑的建造 然後也都 尤其是Cross Bay Link 就用了很多魚制組件去做那些橋 做這個橋的方法也是比較 就是香港少見一點的 稍後也會講到 然後也都有不少的Marine Work 包括一些Reclamation Work要做 尤其是張恩我為了條的兩個片 還有那個交通相關的Diversion Arrangement 也都挺複雜的 我都要講一下 大致我會圍繞這裏有六點的範圍 盡量講一講一下 首先就講了藍田交會這裡 其實網上都有一些航拍的 那航拍去訂我出來 都表示那個航拍的朋友 都算很慷慨 可以分享到一些影片給大家 我都有參考一下那些的 那所謂那個工程 其實都斬了很多個範圍的 那裏見有五個Contract 有興趣跟這個Contract Number 可以多看一些 拿多些資料看的 那由西邊講的 西邊就是這個藍田這邊的西邊 那這個我們叫做interchange 這個interchange 這個interchange比其他交會複雜一點的 譬如你說按旋了賴喬 去到青衣那邊都有interchange 那這個交會就繁在 最少接多一個重要的交接師 就是接回東瑞 現在加上沒有位 就是東瑞很多朋友都有經驗 駕車也好 都去過這些地方 那這個至少的位呢 就是東瑞的出入口範圍了 那以前的山邊大家看過都看到有些東西的 因為很多很多年前這個是石礦牆 那約30多年前 這裡是個casting yard 或者fabrication yard 就做東瑞那些沉灌的fabrication 那但是這次呢 再用一個位呢 來做這個大型的交換 那一會再講一下這些細節多些 另外一個構思圖 我上次都講過一下的 因為我有part 1、part 2 part 1講到當時有一個叫做T2 Trung Road No.2 就由啟德九龍灣那邊駁過來 那駁過來就在那裡上岸 那所以它是 張南隧道是中九龍幹線的 其中一個延續來的可以這麼說 那由水底那裡T2 Trung Road No.2上到來 那由這裏呢 就直去回中間澳 就是這裏直插進去 就張南隧道 那其他都是交匯的 那T2上來又怎樣呢 那又繞圈又怎樣怎樣 那這個Layout 我都沒有耐性去慢慢分析 那現在還有 那這裏就塗個嶺過來的 那又可以進回來 又回到那個帆 繞來繞去到某個位置 那這裏由東瑞上來 那又怎樣繞下去 那這個大家想像一下 或者理解一下 那種施工的環境和困難 那又是那個Green Concept 現在做這些政府工程 必然採用這個Green Design 那也有一套Green Master Plan 那它叫做給一些指引 怎樣做到一個設施 是Green enough 那其實這裏某些程度 也都是一些 就是 它又不是Loyce Bear 因為從Loyce Bear的角度 這裏不算是太敏感的區 離開人煙 人口區都有一個程度 理論上可以exam 但是它都provide到這些東西 那一來是一個Green Position的一部分 那有些回顧 這張照片是十幾年前的 那當時這個範圍 在這裏在80年代的初期 就是一個Fabrication Yard 在這裏做一些Immersed tube 就用來做東瑞的 那之後就沒有動 那直至張南隧道 就是推出 它就開始要做事了 做什麼呢 這個都好像地方不小的 那但都未足夠 因為這個山邊 還有很多位要拉下來 那這裏可以看到 那就原本這個山的咳口 這個位 就是引藥看到這裏 當時的那個崖邊 固邪清早的崖 這個範圍就是 對應這一個 那可想而知 這裏還沒割完 那開這片山 要割到這裏 差不多垂直的拉下來 那不止的 那譬如這裏 那OK啦 那位都足夠吧 不夠 因為你還在那裏挖下去 二十多米深 就是 就是 如果從一個立體角度看 那這個位呢 是當時的地面 那但是實際 你見 這裏還沒到 沒到 沒到房秘清 那 其中 一張 我記錄到的照片 這樣看到的進度 那這些用的裝置 就是防爆裝置 因為用這個 Basting 的方式 來爆石 那有少許 那些碎石 可能會飛出來 那要適當地 安排做這個Basting 不應該說飛沙走石 但是少量都有可能 所以這些裝置 看到裝置 就知道 用爆石的方式 去開山 看到很多裝置 那這個也是早期的 我在那條臨時車道 就是做這些 大型的西國Vision 你都要提供到 一條 Acess Way 那些Acess Way 肯定是臨時的 因為臨後的Acess Way 那條路 都要撐過去 而且 很多段 一段一段 做那個Acess 安排 這個就是從另一個角度 那裏是一間工廠大廈的 我都上了那個工廠大廈 天台 舊一舊 就是拍照 看到進度 尤其是早期 後期 上去都沒有 要進去才能看到 那你見到 安排了一些 臨時的Acess Way 全部是開山用的 你運到機上去 又出到泥 這個過程開山 都開了三年紀最少 不同角度 不同階段 給一些情景 看看 這個 只是 看看西方Mation 那個困難 已經知道 什麼事了 那這裏 就是最後 現在 形成的 階段 這些大致 差不多了 那 你看到陸續 也有些事情 開始做 就是 這裡是個 Amin Building 每一個重要的 交通基建 尤其是隧道 也有個 Amin Building 西隧也有兩樣西裘 這個就是 Amin Building Under Construction this 從 藍田上面 藍田站 走出來 有個位子 準備進去東隧 那裏拍過來的 那 這裡 也未觀察到 地區 還要留在地區 但 周邊的 盡 基本上 也完成 你一看 都可以 租薪很多 有 打起 的 便盡量拿地 其實這才不止 我強調,在這裏還要加高做一個少量的擋土場 因為我們有些叫收口位,邪波都是這樣 你不能吸到泥石執順便算了 他會做一些補充,收到邊 這個位置到最後會做一個擋土場 然後背景,沿著這個範圍全部的斜坡頂都做了一些工作 不同角度給大家看看 這些都很難說,很難分析 可以說的,不過拿一個大概就算了 這個overview 這裏的造型都可能多,假設八成完成了 因為底部都沒有整理 開始有些高價道路準備做 這裏是其中比較早期的一組高價 這個高價就由茶過嶺那邊搏過來 這邊,背後就有茶過嶺 剛才我說的是上面的公眾大廈 有時拍照就是這個公眾大廈 有時我盡量把時間連份寫一寫 給大家做一些參照 這個階段又開始一些高價的摺博橋陸續成形了 這個階段看到,階段看到有一個 就是T2出來的兩個沿路坡頂 這裏就是我所說的 其實西方MATION 這個早期都沒有收到邊 這裏有一幅石 到底以後的邊位去邊 其實這些位置全都要 我們叫做Trimming Up 收到邊 怎麼收呢? 這是其中一個典型的做法 就是在那個Cut口位 其實這個是檔道場來的 做完檔道場 回例地收到這個位置 這裏所見的每一個位置 每一個無藍無淡的Rocks Road邊 最後都做了類似的收邊 所以都很多工作 在不同角度 在不同角度 這裏如果看回 開頭的三兩張slide 就是把那個Layout 那個Inertrain 那些道路的交交接接的Layout 展示一個圖給大家 這裏會發到你陸續 拼搏 拼收回 看回當時的Roll alignment 這裏會發到什麼 另外一組 所謂slide roll 就從那個隧道出來 或者Inertrain 某一個位置 出來 一路上去 這裏有執分頻率 這裏是一路上去的 你見到這裏過不了 還建了一大級 其實這裏是石 這裏會拼收回 譬如在這裏一路上去 上去去 藍田 這裏上面有個匯旋處 東水一路出來 上去上面有個匯旋處 匯旋處那裏就去 去 遊堂村那裏 這邊去藍田 這邊去藍田 這裏就接回去 跟隧道出口的路 接駁在一起 這裏我仍然是向藍田的範圍 尺寸 近一點 給大家看一下 一些細節 我剛才說的 這裏的頂部 這裏仍然是像是西裏仍 撿到一岩一層 林美當然是撿到順了 那他撿順也有幾個步驟的 有幾個步驟的 這個通常一些大 就是比較高一點的 撿這些斜坡呢 都好笑說直落的 都會 步驟幾段這樣上 一來中間去做維修 二來那個排水都會好些的 那這些位置 林美都會 剛才我講的 做一個trimming 就是 通常都會擋到牆 把它撿順順 穩定一些 這些 就是看情況的 比如這幅石 就 就是很好啊 那 相對要撿回那個收口 就不太多 這邊 接著要撿個嶺 那裏 那裏 這裏後面就撿個嶺 這裏後面就撿個嶺 撿個嶺村 所以某些選擇 work 這些我都已經看到吧 其實這裡是一個擋到牆 擋到牆 擋到牆 後來你回來了 這裏後便會撿個嶺村 好笑 你看到牆都不細 開始見那些 我們在車路上兜一下 順應剛才的內地設計 稍後再說一下這些位置有什麼特別 這個就差不多完成了 很整齊的 上面的頂 跟剛才的那些亂租租 那些哪塊凸出來哪塊什麼都看不清楚 這裡甚至做西埔文純的工作 其實Sloak的工作都做了很多很多 剛才我提到的柴柏嶺村就是這裡 T2就是這樣上去 這裡都隱約看到兩個隧道出口 這些位置或者用回這張照片 它曾經過山的斜坡是這樣出來的 這樣出來 它割了幾大範圍 幾多窩囊的石都不要說了 它甚至乎連這樣也未必太夠位 它可以再割下去 這樣割下去又會涉及另外一個很大的工作量 甚至或者這裡的土質也有少許問題 因為這裡是一個山谷 這個位置引來你看到是一個山谷 河谷 通常都是土質環境有限 所以它不再割下去 它確實有條路要搬過來 那怎麼辦呢 它唯有這樣繞一繞 中間這個空位呢 就做個面建築 還不止 這裡還有一條 它因為有另外一個位置 這個位置有一條寂坡走過來 走無可走的位置做短的瑞朗都出來 尤其我看到這個交匯處 一來有超巨型的一個西方形 二來做完之後還要有這些 巧妙的位置 盡量爭取多些可以應用到的空間 這個就是剛才的位置 就是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項兩幅石 這裡就沒有割到這一段的石頭 割到這裡而已 要省一點 割到一百多十多萬的 這塊石頭的石頭都已經不少的工作 不少的成本 所以呢 這塊石呢 就保留了 這個位置側邊 就當割到一個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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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一 我去一次 每個關鍵位我一定去follow up 兩邊 其中一邊 另一邊都沒有想象中那麼簡單 不是做個入口制那麼簡單 這裡是其中一個過程之一 其實這一幅 這一幅的牆身 這裡可以看到 再做這幅牆身 這個面部份開始成形 另外一個角度看入口位 這一邊就出口 去到那邊 它進去就夠 還有一些這樣的 你看到這裡有一條sleep ball 就走回下面的level 可能進回 有時候由這個位置轉到這個位置 都繞得很巧合 因為空間有限 有很多個進口需要 出口需要 那麼 這裡竟然有一條隧道入口 這些隧道入口 一般人以為是哪條隧道入口 其實這條是一個assess tunnel 出來用的 事後這條隧道應該就沒有了 一會兒去到中間外面 也有類似的情況 我等一下再說 上面又有一條sleep ball 高架的又駁去另一個位置 這個位置就駁去東瑞出口的接客道路 這個地區 這個地區都成形 可以看到其他的sleep ball 都比較清楚 這個就是剛才剛才提到的條 繞來拿個位置 從這裡出來 另外這裡有一條 就從這裡上來 從這裡下面 剛才這個隧道洞出來 出來的禮牌 當時很大的石量和泥量要出 禮牌做一個臨時的loading 或者disposal 或者unloading的一個P 這裡是東瑞 這裡 用那些高空照 容易看到整體的loading範圍 這裡就是我剛才提到的valley 這是一個小山谷 這個小山谷差不多同時進行 政府拍賣這塊地 做了一個住宅 現在的住宅什麼都是豪宅 這裡有一個reserve reservoir 這些維稅也挺複雜 一個配稅庫 這個是比較早期的 那些道路都還沒看到 除了amine building 開始都在做 這個時間 應該寫了時間 這裡有2020 兩年都不夠 其實做得算很快 在香港有些 開頭我心想 怎麼做 有時間去做 但是一直這樣隔離 看時間 都沒有上中那麼久 其實幾個月後 已經做了很多事情 12月 3月 4個月後 開始有些高架橋 概念上也叫做一個 Y側的方式來做 又看到一點 那些 頂部的收口 都陸續地進行 這個都是3月份 21年3月 又再多半年 差不多了 距離現在 不夠一年 又看到 大致 主要的slip hole 都成了型 這些柱頭 引約看到很多柱頭 這裡就是做的 這個Loyce Barrier Hood 那條隧道 這樣直出 去到那邊 再進入山裡 就 剛才你看到 有一張 Land Script 相關的圖 上面都錄化了 就是這個頂 就是這個頂 這個頂 就沒有行車線 就是這些slip hole 全部避開了 那個 Land Scripted Roof 那個Roof 開始引來就看到了 那就是我所說的 剛才這兩個片段 我都強調 展示了出來 這條slip hole 就在底下上來 繞個圈 去回到東水的出口 那這裡就是這樣 偷無我偷 在這裡做一個短的隧道 在山上 挖個洞 即是隧道 從這裡出回來 出回來 駁回地面這裡 這張照片應該都是半年前 但譬如這些是 Temporary Excess 因為這個 這個造型 也有高有低 譬如這裡低一點 這裡高一點點 這裡再高一點點 以後就下不了 如果下降 就下降 正常的 跟這些繞道 下降 所以 這個間隔 還有很多 運輸的需要 下石市 出來 運機 所以 又做了 Temporary Excess 這就是我所說的 你駁回到東水的出口 這裡是向上走的 駁回到東水的出口 駁回到東水出口 另外一個位置也是駁回到東水出口 不是駁回到另外一邊 那這個就近很多了 大致也看到那個 那個 交易的 layout 不過我這裡都幾乎 三個月沒有去過 最近這三個月做到什麼階段 我給不到照片給大家看 這裏主要講一下有幾種方法 我叫做拿出來多講兩句 怎樣做這些橋和Wired Up的東西 這種做法很典型的 將會用一些預製件做Wired Up 這組會駁回到這邊 另外那組就駁回到這裡看不到 一開始就看過地形地勢 這個始終都沒有平地 所以做了兩個大的Pillar 然後上面托了一條大的Portal Beam Portal Beam上面再按幾個Pillar Head Pillar Head還有一個功用 就是接回這些預製件 這些預製件都有很多方式做的 其中有些就吊上去 這種我上次也有講 Balance Cantilever的方法 就用一個大吊 比如這些單線的行車道路 這個Segment就不太重 我估計到40噸左右 有時候一部大吊 那些場地Telescopic的大吊 足以吊上去 吊上去就立刻做一個Temporary Tensioning 將它馬實 兩邊一起做 所以這種方法叫做Balance Cantilever 你看這些預製的Segment 就放上去 另外一種都是用這些預製件 但是都要吊上去 吊上去也有幾種方式 有些是不用吊上去的 有些是走到這裡 這裡一早已經做了 也都某程度固定了 有個Tori將它吊到這個位置 然後安上去 安上去 這個大架 就只可以放穩住 放穩住 然後開始做Final Adjustment 那 搞對了 那再做拉力 那做完拉力呢 拉力很多階段 Final的拉力都做完了 那可以拆這些 可以拆這些 那下面當然也有些work access 所以要去搭一個這樣的架 這個也是Amine Building Amine Building 都行車行進去 所以有些道路都要搏回到Amine Building 那這裡有個小的停車廣場 去support這個Amine Building的作業 那這裡有另一種方式去做那個天橋 那這個就是In Situ的方法 那這個假的 其實上面呢 就是做一個form work 那之後就 扎鐵駱石市 那這種方式就是In Situ的方法 做這些組織 那這就是Exactly的那種 用In Situ的方法 那這些是form work 這些很標準的 那 那 那這些組織 你要看到 就要熟悉 有經驗就要明白的了 因為呢 這個可能是最後的合籠之前那幾件 那 那這些裝置呢 其實是這些scool tie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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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看見了很多這樣的 這樣的 蛇皮管 那後來就放些鋼蠟 進去做 post tensioning 那 這些位內 有時 PARAPER 都是預製件 你看這組的方式 安裝預製件 這些就是用電施錄的方式 它有時 例如一條 Sleep Road 或者高架橋 簡單一點 做PARAPER 然後露天的 但這部份有上蓋 譬如這組就有 有上蓋 蓋上去 理由我不是很清楚 我設計沒有涉及 沒有太多資料 但這一段 最少有roof cover 所謂的 開始講張藍隧道 未講之前 就講藍田交會 都講了這麼多 而實際上 那種複雜性 還有那個 contract 那個cost 都未必少一個 你這條隧道 所謂張藍隧道 就是這個範圍裡面 這條隧道跟有些隧道不同 很多隧道 其實這條都是張藍隧道 這條都是 我強調這兩個分段 因為這一段 就很簡單 直去 但是 很少隧道 中間 有些過山隧道 有些隧道 像啟德隧道 都有個分支 可以去到宋皇台做 但是那些 cut and cover隧道 簡單很多 但是這個山體裡面 它做了一條分支 這個分支是怎樣 如果我把張藍出來 就把張藍出來 那去到 我上去過津 東隧 直接過東隧 向這條隧道一出來 那這條下去 就收費程 但是這個範圍呢 我圈了這個範圍 在還有兩個山裡面 這個是其一的 有趣的部分 另外這些就是普通 其實這條隧道呢 去到這裏 伸延很遠 那這裏就正常 這邊就由T2 由西段向東出發 這個方向東 這裏就由張藍出來 向西的方向入T2 臨美入中間幹線那些位 這裏特別值得講一講 這裏上面 這個掃頂中了這條隧道 這條隧道以前呢 是在藍田地鐵站出來呢 就經這條下去東隧 不過後來出現了 將軍澳之線呢 他就realize那個隧道的行車線 就是藍田隧道呢 不是 有藍田 有時候搞出藍田油堂 那邊就是藍田地鐵站 那另外下去那個站就是油堂 油田行是個轉車站 就是接駁回北角過來 接駁回觀塘線 以前就沒有 中間澳之線就在這裏過了 那時候沒有這個接駁 因為有中間澳線 所以這條線是廢了的 不會走車的了 因為那個 那路軌 但是都構成了一個障礙 就是有第二個 那這個是一個 獨特之處 提一提的 那 拉後一點 這個固埋一點 這個拉後一點 是開始做的那個隧道出口 通常那個隧道出口不會那麼肉酸的 兩個洞 有個叫做Hood 或者Portal 整理這個位置 還有上面這些這些 slope cut 都要做一個purn 那些人的保護也好 也好 補充也好 下到地面 看回兩個出口的範疇 這個呢 現在不是這樣 現在是做了一個tunnel portal 那上面有一條行車線 我已經說過了 上面有行車線 是不是這條地鐵線 廢了這條鐵線 沒有用的了 進入是這些 例外的事情 我在這裏不太多說 因為我有一輯 專門說 Tunnel Hong Kong Tunneling Practice 那些典型場面 這些一看就知道 用Jurian Basr的方式做 隧道裏面有很多 有可能有很多分支 這些分支就是一些 東行隧道 駁回西行隧道 因為那些 Safe的 叫做 逃生生後 都一定會做 Waterproofing 這些Waterproofing Rambane 就典型的了 什麼顏色 你不計 這個用白色 有時候用藍色 用橙色 那樣 那樣東西 就是做這樣的 cut and cover tunnel 這些石口 當然 最初 會臨時 噴了 Socard 然後 最後 一定要做 Tunnel Lining 這塊 是 Formal 做Tunnel Lining 用的 這個 也是Tunnel Lining 不過是做 接駁隧道 東行線 西行線 平均每100m 左右 就有一個 就是 安全的 位置 來的 那麼 這些 Formal 通常有油壓 可以開 可以 合 合 的時間 就準備下石市 開的時間 就 remove 這個Formal 這裡 就看到 那些 做了的工夫 但未下石市 要下石市 就把 這個Formal 推進去 兩邊做了 路軌 路軌 這裡是工業一點的 這個就不是 這個小一點的 這個是做 那些 那些 Linking 那些 Safety Tunnel 這裡看到 就做完了 那些舊東西 上次都說過 在隧道的時候說過 這個是工作台 因為要做假天花 那些行車 進去的隧道 沒有理由 那麼高 因為其實每條隧道都類似 一個所謂的假天花 這裡不多說 那些 那 到最後 這裡 對了 T2那裡 剛才說 這個T2 T2有一節 在那個 鹽龍醫院 那裡的鹽龍醫院 大家知道 那跟著鹽龍醫院 對出 就下 水 海面 那來到這個範圍 這裡 上面 就是 藍田地鐵站 那 上到這個範圍上 就慢慢 從水底上回來 它這個用了 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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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做這個交匯 懷疑的時間 這裡不需要做很多事情 這裡 留給它 後備 出來 所以 這條村 鎖 那 這條村 都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因為所有人都在地底 過 所以這條村 基本上沒有 迫害到它 但是這條村 就快要拆 了 即是 重建 這裡有另一個角度 看看 就是這個口 在這條村 我強調這幾個位置 沒有什麼話說 因為它只給了一個 裏面 最後 TBM 在裡面某處出來 那 這裡進去 不是很深 我進去一點點 可能 不夠 50米 50米的口 就留給TBM 出來 這裡另一條隧道 剛才都說過 例如我將路出來 就 在隧道中間某處 有個分支 一路來到這裡 才會見回地面 直進去收費庭那邊 那邊 情況是怎樣 在這裡 這個就現有道路 沒有disturb到 這裏 都 有些大部份 做了 假如你由李延門那邊 或者油棠那邊 出來 上進去 東瑞都可以 這裡有一條 Sleep Road 進去 收費庭 那 這個中間的位置 都一樣存在 但是不夠 所以這條 下去東瑞入口的道路 是做一些大部份 但是不算很嚴重 因為這個位置 都頗足夠 因為很早期 那麼 逆的四這個位置 這裡 我刪了出來 就借用這個位置 來落到下面 差不多去到收費庭了 那這裡 他做了一個 一個罩 就是 下雨 打風都叫做 沒有影響工作 又成本不是很高 就做了這個cover 那這裡是個消防署 這裡有一間消防局的 那兩張照片 就在消防局的天台 拍下去的 那 那不同的角度 這個都是航拍的 就是我多謝航拍 那個 那個 提供這些 蠻好用的資料給我 那 那 可以想像到那個安排 你現在看到 是出到地面而已 那 其實山裡面 也都 都沒什麼說 因為根本是 主人巴士的線路 那 那同樣道理 我就走到那條邊 那邊看下去 比如這張照片呢 我就站在這個位置拍下去 當時還沒有做這個蓋 這個遮雨蓋 我站在這個位置看下去 就看到這樣的情況 那 這裡也有剪很多東西 剪刮的方式做 那 那 這個石的 這個範圍 大部分都是石來的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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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開始分界口 裡面就入山 我背後就是出來建崗的部分 因為它落到地底的很深 上面都是一個繁忙的馬路 就是那個交匯處 有一組交匯處 一邊去李源門那邊 或者遊堂那邊 另一邊是落東水 所以這裡都有些適當的製造 裡面典型的東西 就是Juan Baas的方式造 這裡還有個口那邊 進到裡面就是山 這裡是山的邊位 裡面也有些古靈精怪的小隧道 這裡有兩節 一個偷位做出來 這一節有一個上蓋 上蓋都是半條行車線來的 所以有一個上蓋 這裡我最近都沒有去拍一張照片 我盡快要去的 同一道理 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我覺得很遙遠 所以我去到這個位置 我盡量去盡量進度 這個位置 這邊是出的 那邊進去 那邊進去 也不見到很多去哪裡 這邊是出來的 這邊是進去的 那進去之後 從這裡出回來 那 都有這個情況 那這次就講到 East Portal 剛才集中講到 West Portal那邊的東西 或者這邊的交匯 那講這一邊 東邊的出口 那我都分了幾段來講 因為有很多去講 首先我先講到這裡 這個隧道出來是怎樣的 這個位置差不多是同一個位置 就跟著出來 在這裡出 那這個不是隧道 是架空橋 但是在山裡出來 那這個山出來 就有一個障礙 這個障礙是什麼呢 就是一條行車路 這條路呢 已經有近20年了 就是因為這個山後面 差不多 這裡一個沒有多遠 全個範圍都是墳場來的 那 那 以前呢 現在墳場 還向幾半山區 那到清明重陽 很多人去拜山 那多到一定不能夠行車的了 我有私家車 有私家車 有私家車 沒有可能 那只能夠用小車子 那小車子 都供應不到那麼多 每天高峰期 很多萬人去拜山 那幾個小車子都不夠 那所以呢 就 約我20年前左右 就在條頸嶺地鐵站 做了一條路呢 可以上去那個墳場 那條路是接不上的 你說這裡能夠上去 然後搏回去 向李源門上來那一節 就不行的了 就是一段是不行的 不知道為什麼呢 如果做 可能都可以的 因為那條路特別斜一點 可能計條數這樣 就舒緩了某些 就是拜山那些人士的交通 都好過了 就是做到這樣的概念而已 那你明白呢 那到時候那些數目出口呢 被這個阻止 怎麼阻止呢 等一下你會看到了 這個就是了 很早期的這個 差不多五年前 我都開始跟著了 我五年前我都開始跟著了 但是這張航拍 我拿不到這個位置拍照了 那你見呢 首先做這些隧道出口呢 就是過山隧道出口 一定要有一個不小的西方形 做那個tunnel portal 那這些G字形的道路 都是臨時的工作通道 逐一段逐一段去整理這個山 那這條車路當時都沒有什麼影響 其實都開始準備做division 準備做division 那這個又遲幾個月 又看到呢 已經做到division 這條路不再直 原本是直的 原本是直的 原本是這樣的 那這條是新造的 新造 那臨到尾呢 這裡要做一條 接到這一邊 為什麼呢 因為 你阻礙著 舊的那條路 阻礙著 出不來的 走不了車 又怎樣也好 那這裡你看到 就 新的那條取代公路 陸續準備做了 做完之後 就拆這條 舊有的道路 這裡有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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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些 西 formation slope cutting 陸續都在做 那這裡可以看到的情況 這條新的橋 有什麼特別呢 是 very long span 因為以後這個出口 是 六線行車 大概 原本那條舊路 假如底下有一個 托墜 那些十多米已經什麼都足夠 那一定不行 所以要做一條新的 long span beach 這條橋可以行車的 不只是行人的 行車的 就可以給到空間 和隧道出來 那這條新舊橋 你看到的分別 舊橋 這裡有一個橋椅 這裡沒有幾種橋椅 不過不夠用 也有障礙住 所以要做一條新橋 就是 當時 這個long span 所以要做 foss work 去頂住 而且是用in situ 做的 現場做 那個紮鐵落石市 那些東西 那一開始 這個厚本也沒有的 這裏是一個山坡 是石的 這裏的石還很漂亮 很硬 那它首先 就是少量做一些 因為在這裏做事 也有些工作位 那 可想知道 那接著又擴闊了一些 這個位 慢慢又擴闊擴闊擴闊 最後就走到車了 這裏向 tunnel portal拍下去 你看到這裏 現在的橫切面 是這樣的 落到底 30米 差不多 上回來 這樣才 過到去 駁去海段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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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湖 海上有個江湖 這個也是 那個時段 早期見到的情況 都不同了 那條舊橋沒有了 那這個新的long span 這條橋 看到了 那這裏 其實還沒剪到底 那它沒剪到底 去到這裏 所有上的石 已經剪了 執平了 這裏還沒完成 因為稍後 最後那個 formation 會向這裏 再低一點 那之後就 凌空 落回 那個 海面的交匯位 那這裏 那這裏 基本完成了 那這裏 那這裏 斜坡慢慢 撿回去 那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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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一個高架 駁回到地面 我們一般叫做 阿筆紋 那這個範圍 那這裏 也是一個阿筆紋的範圍 那 在阿筆紋那裏 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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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可以 那這裏 也出色 那這裏 是 真的 那這裏 整裏 都是 這是 這裏 這裏 而 那這裏 做 Ricola 但是 主 earned 真的 這裏 你 剛才說的藍田那邊就做,這邊條鏡嶺,我叫條鏡嶺那邊 都會做,但怎麼出泥? Jurion Bas,有機有泥,怎麼出呢? 這裡出不到的,你看這個過程,全部都下不來的 大車泥車下不來,這裡都出不到多少泥 因為這條路不是for duty 而且當時這個洞未通的時間,這個也是大石來的 當時這個洞都打成邊,才打到這個位置 而這裡就是一個很薄的一個口 當時裏面繼續做,那時候出了很多泥,就在這裡出 這裡開始見到,這裡有什麼東西呢? 這裡有一條隧道,一條assess tunnel,純粹是臨時隧道 在這裡一路上去,裡面的Jurion Bas Tunnel 有這裡出來的,稍後會繼續看到 這裡在旁邊再拍照一下 我們先來拍照一下 好了,來到這裡已經駕空了,就是駕空的海面 這裡有少少的填海,原本是沙灘,你剛才看到的照片 這裡做了少量的填海,其實現在這個填海盡量都不做 因為現在環島的要求,所有Latural Coast Line 都可以得到的都不要鬥 讓那個自然的海岸線可以保留到 但是這些關鍵的重大工程都可以得到的 這裡開始踏上這個abotment這個平台位了 這裡是一個新的橋,要拍一張照片 看看Tunnel Portal的後期的安排 其實早期做Tunnel Portal 最初根本是一個大型的開山 只差在這幅山有多大面積 這幅山也不算小的,這幅山開這個口 現在開始執邊了,執順的執 現在看到,這裡有些擋到長 一陣一陣,執順的這個位 這裡有更好看的,原來也避免了一些不平的縫 這裡再後期一點,差不多都執好了 不單止一般執拾東西,有些位置還要扣緊 當然照Tunnel Portal就很有用 你看到這裡,其實沒有多遠已經是那個墳墻 那開始,這一節的Wired在海面那些 大部分都是用這些Longingway才去做裝吊 那我這裡有一套影片,有機會再去看 那裡有多一點,主要那些都是航拍的圖片 用Youtube找到的 那這次又講這一段 這一段,即是這一段才是Cosbay Link 那這個是Inner Trainer 那這裡開始,因為這裡一出入到海 已經是進入那個Inner Trainer的範圍 那沒有他,最初就大量做了海裝 那Marin Piling 那些Piling都用RCD做,沒有泰軍很難 那些通常是做一個工作台的 有時有些用等船做不到RCD的 即是那些Reverseration Drill 那些磨裝來做一個大後勁的波派 用等船不行的 等船是在動的 潮漲、潮推、波浪 所以臨到尾都要做一個簡單的工作台 譬如這些簡單的工作台 這簡單的工作台 這簡單的工作台沒有像中那麼簡單 因為你做一些Marin Piling 你看到這裡做裝 這麼多條裝,因為那些全部是臨時裝的 之後做完這個台也要拆開,把裝走 那有這個台才可以做到 就是用RCD來做一個磨裝 中文我們一般叫做磨裝 因為它用Cutting Head來磨的 我講了一點 那這裡還有一個特色 就是裝就OK了 用剛才的方式做 但是黑浦包的Pile Cap 有一個Cap才能做到Pillar 不能夠直接那組Pillar 或者Pillar Portal插進去裝 不可以的 那麼它這裡 這個Crosplay Link 或者這個Inertrain的部分 都用了比例不算少的預製件 譬如這個預製 一套一套就去這個裝 這個裝已經基本上完成 都是落彎石士 它要怎樣去通洞呢 這一個通洞 因為尺寸是個Cap 你可以當作一個方形 一個預製的方形 做回炸鐵、落彩石士的東西 這些已經做完裝了 那麼這個工作台 包括那些臨時的裝 可以拆開的了 做完之後 這個就是Pillar 那些Pillar也有一部分是預製的 所以這裡用很大比例的預製 那預製掉下去 這個方法都不用 做一些in situ的connection 然後上面就放一個Pillar Head 因為有一個Pillar Head 可以用那些Picard Segment 裝吊方式 裝吊這些都有幾個方式 一個就是剛才那隻 藍色那隻 Longing Gerda 另外就是用這些 Lifting Gantry 那我Part 1也講過 這一類的安裝方式 那能夠足夠 將一個預製件 調到上面 很多這類的東西 看看吧 那這組剛剛出來 其中這組比較大 因為這組有兩個方向 一個方向就是這邊 一個方向就是這邊 一個方向就是直到那個Cross Bay Link 所以這個就特別巨型的 那它也沒關係 我肯陸地做 因為臨時填海 這叫做 就是做了一個 這叫做陸地 那有少量的水也沒有出來的 那有少量的水也沒有出來的 就是多數的潛水泵 或者做適當的一些 那些溝停已經製到那些水 那有少量的水進來 那就可以泵得走 那然後做個Footing 那首先都有一個波泡的 那這個早前都做了幾個波泡 那然後這個CAP 那這個橋座就對 是用電視循環的方式做的 下面那個Pillar的Porto 它有一個這樣的形的 上面還有一條Porto Beam 造型是比較奇趣的 不是死美版的 其實這裡就是Porto 這裏有兩種 其實這個造型的底下是很薄在一起的 有一個普通的Footing 這裡看不到 這個底下就是那個Pillar Pillar的Porto 這些組件是用這些調機調動的 這個Telescopic Client 視乎有什麼capacity 比如這些大的去到200噸都可以 那這塊東西我估計是100噸頂著 所以這些可以做到裝吊 一吊上去就做一些Temporary Tensioning 把它拉緊 這就是我所說的那個Porto 這個黃色還可以做的 因為要工作進度需求快些 如果還可以做完之後 再安裝有時間問題 所以成本高些 第二組黃色的 紅色這些是Roller 這些可以走到橋面的 就是用這些Roller 可以向前向右走 可以左右走 你看到 有兩組這些Longing Girl 這些又不是 這些是Lifting Gantry 用這些Longing Girl 做的原理 上次都說過 這次不特別說太多了 有一個很厲害的海上 有時候運輸是你能夠考慮的 是用這些Picard Segment 那個電雲來的 重的有100多噸 200噸都有 有些大型一件過 超過200噸都有 像沙漠幹線 奎衝 某些是用到那些 醉酒彎那些 但是 比如這些這麼小件 就是 不過你有時候看的小小件 限制都50噸 這些就當它50-60噸一件 用等船運來 就更加方便 這裡有幾組 一組就駁去這一邊 另一組就駁去那個 叫做 Cross Bay Link 這裡不在話 這裡有 Counter也看過Layout 都有幾個回環位 就是由 中間奧市區駁進來 或者由隧道駁出去 一定有四組 這個Layout 就是這個衛星圖 都看到 後期一些的Layout 這裏看看 另外一個範圍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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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些裝置很簡單 就用 Living Entry 例牌 兩邊的 這邊一套 這裡一套 一路伸出去 大家 Counterbalance 大家 這個上次講過 不太多講 這些情況很多 這些情況 這邊就不是 這邊是 整組 預製的 Long Span 的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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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會兒再講 這裡 這些都是 close up 反正有批照 我覺得很壯觀 到現場 半圓城的狀態 可以看到一閘一閘的橋面 到這個位置 有些朋友都知道 這個又是另一個創舉 一般香港的所有天橋 基本上 是不行人的 全部都只是行車 跟有些外國的Pattis 國內的Pattis 都不同 在大陸 很多橋都行人 中間是行車 行車線 旁邊是行人 像廣州 上海 很多都是這樣的 香港就 沒有那條是這樣的 所以這次這個 Cross Bay Link 就做了這件事 不論是有 還有單車勁 講到 不過國內很多都是這樣的 都已經有的 在外國都 有些都 大陸近都有 在紐約 很多 很多 在曼哈頓那些 有幾組橋 例如 Blockland Blockland 那些 那些 全部都是嚇到人 是嚇到人 才嚇到人 是嚇到單車 好了 而且 這個位 這個位 就是 這個位 就是 Surface Dog 這個隧道也有些管道出來了 這裡是放了一些管道 我好像沒有給一個詳細的照片給大家看 大家看看吧 這裡你看到 拉回原來這裡 理論是這樣的 這些橋可以跨海的一路埋到裡面 但是這裡就有個複雜 因為去到中間裡面很多市內的行車道路 如果你接下去 其中一個最有效的方法 因為中間最少有兩組的普通的市內道路 但是另外一個重點位 就是去到條鏡領地鐵站這裡附近 那裡是一條主角主要的道路 橫跨通回到中間澳的東段 那變成這條張嵐隧道出回來 首先落在地底 橫跨普通的市內道路 上去到那條主幹道那裡 接分入大洞 變得它又不是純粹海上的一條道路 所以用填海方式去做 那怎樣填呢 都可以看到了 那些填海都比較生命一些 有環保理由 那填海難免都很多 就是那些燒 那些泥飄飄飄 整個海域都 它又不是染污性的污騰通常 通常都是那些燒 那些潘 涨 不算都棔 當然你可以先做一個水壁 例如那些Permanent Reclamation 好像在維港裏面 那些用Permanent Sea Wall 這樣做圍著它 但這個就是 因為張奧不敢說以後還會填害 可能還會填害 所以它不是用Permanent Sea Wall 用Temporary Sea Wall Temporary Sea Wall 也有時間需要 它用了這個方式 它打了Sip Power 做一個圍獻 圍了它 特別在於水閘 譬如運沙船進來 進到這裡 這樣想 來填這個範圍的海域 變成你永遠都出不來的 泥沙 因為有些燒的東西 運沿了海水 理論上保持得很清潔 你出來經過水閘 有些沙泥的水 就流不出來了 第二個道理 剛剛講過 它要保持天然海岸 簡單說 你用了這麼多 填過來 以後用多了一截的土地 這個環島要求 如果可以做到 盡量認真地做 所以它用這個方式 這個海岸線保留到 這個是天然海岸線 這個就是後期填海 基本上都完成了 這裏用Current Cover的方式 來到這裏 就上到地面了 這個位置是地面 地面之後 再上回 慢慢斜上去 高架了 進回海的範圍 這裏慢慢下回地底 所以這個Current Cover 從深層的範圍 從深層的範圍 這類的東西 我們一般叫做 Temporary Sea Wall 即是不排除 以後這裏還可以去填海 離開維港 填海是彈性一點的 我集中看這一段 這裏就是市內裏面 中興奧地鐵站 這裏有一條比較主要的隧道 不是 這裏主要的市內道路都是紅燈的 直到那邊就是 那裏有一堆住宅的 然後這裏是市內的隧道 不是 不是 市內的地面道路 因為這裏有很多賣了出來的地 這裏都陸續在興建中 有些新的樓宇或設施 那裏都有些障礙 不過也不差再說多一點 這裏我先看回頭 這裏看到了 這裏有一堆的 有八條 還有十條 一二十條 還有十條 的Box Cover 可想知道 Box Cover 通常有兩條 四條 六條 已經不算少 這裏有十條 那 理由就是那裏後面的山 那裏後面的山 那裏後面的山 其實整個張澳都填了填回來的 以前的張澳是彎來的 窩了下去的 九成五的 現在的張澳的土地都是填了填回來的 那所以 那些排紅的需求 我相信是挺厲害的 那這裏這組是主要的 那另外那邊也不用特別排紅 因為那裏還保留到一個水道 有時候有人去排領仔 那裏挺有趣的 有機會去到那裏 那裏看不到 那裏有一條水道 進到內灣裏面就沒有了 那 看回這張圖 這個就是那個 那個 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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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位置出來 那時候我也有提 因為我看Joyne的填海 那時候去到90年代後期 我都已經很仔細看了大工程 至於那時候90年代後期 也都在做將軍的地鐵線 這時候還在填海 我講90年代 我提到的時段 這裡底下做了個box cover box cover都很精彩 預製件做的 一件件預製件都砌下去 所以這個範圍 建不了柳 在reserved area 地底是一個很巨型的 一大排的box cover 這個都不難的 那個land use planning 可以做到 那上次 這條地底的bypass 也都會有部分 就是 因為這樣過 這樣過 所以來到這個範圍 上面就是那個box 下面就是那個tunnel 這個都是tunnel cut and cover的形式做 那這裡順帶說多一點 有時候看 一搏一條 進去現有的道路系統 又挺複雜的 我當然說完那些 你可以想像到很複雜的 這裡就是 Descending Facility 那條 大的box 就是這樣去 這個地底 因為這裡有一個山谷 很大量的storm water 會流出來 地面 慢慢落地底 就看到了 這個比較密封 好了 去到那邊 這個底下 就是那個box cover 這個就是那個descending part 這樣過 所以它由地底過 然後上去地面 大致都是cut and cover 不過這裡就做了很多 一小段一小段去做 尤其是這個位置很複雜 因為地底有一個box cover 然後地面有行車路 然後地面有行車路 這裡有一條sleep wall 就走回到這一邊 這裡就直出去那條主道路 這裡也做了很多新設施 這裡有一個室內論場 這裡有一個圖書館 這裡是一個綜合的市政大樓 這張照片都是半年前 八個月前左右 因為這個差不多平頂 這個市政設施 另外角度看 這個就是descending facility descending facility 在那個深田那塊土地那裡 在某個位置看下去 就拍照給大家看 就是典型的cut and cover 的做法 也是他們所用的一個 EOS的系統 可以看到 在衛星圖看到 我拍一條線那裡 但現場看 其實做sleep work 我跟了這麼多年的sleep work 另外有個看法 我以前沒有做到三十年前 因為我建築底出身的 我都跟朋友聊過 我是建築的 我不是sleep engineer 但我也是Honga E member 我是那個building division 的membership 但是sleep work 我就是看回 全部看回 因為以前設立的機場興建 看到現在都沒有停過 也看不到以後會停 陸續都在大型基建做 以前我都覺得很簡單 就是搞錯了 做了隧道 做了四年幾年 做鐵 做了七年 以前漆之以備 那後來 真的在現場看得很多 就明白到 非常好 像中文簡單 最後就要看一下 這個coresbay coresbay link 有些圖都不錯 就每個橋樓 站在某個位置 就是那些預製的部件是怎樣的 這裡都看到了 剛才說的 它很多這個範圍的東西 包括剛才所謂的交匯 inner train 的範圍 都用很多預製的方式 以往香港用這樣的方式 這麼大量就很少的 除了這個廣州的大橋 有少部份 這個就是那個橋段 剛才所謂的 打的marine 派的過程 都跟剛才的交匯位差不多了 這裡和我難拍一些照片 因為海中間 所以早期我基本上都沒有什麼 近距離這個範圍的照片 其實這是一個原本的 最後都是習近跌岸石士 然後再組織 這個是預製的 連這個波圖都是預製的 最後是釣上去放著這個盒子的頂 在這裡看到 釣上這個預製件 然後再組織上去 因為輕情很多 少了很多 很多in situ的工作 這裡總是做橋段那類的東西 通常做這些我們用 叫做 荷德 用那些裝吊機 將一些預製的設計 一塊一塊的吊上去 用拉力拉回去 這裡再另外一個的 先進部分 就是整個跨道 整個跨道 這裡可以看到的 其實這裡每一個跨道 這個紅色就是那個橋段 in between 就那個span 那個biscus 是span 包括這邊 這些都是 全部這些位置都是預製的 這裡是預製的一塊 它就用這種大型的吊椅 那這些吊椅可以吊到三五百噸 這些現在在製造國內的 國內很多這些的 equipment 提供得到 那用這個等船 應該是等船 運過來 然後就用這個東西 放上去的橋座 橋段 當然這個pillar的頂上 就是pillar的頂上 做了那些bearer的東西 你知道天橋通常都是一些 等於是一個bearing joint 就是simple support 某程度都是 方向在上面 但是需要一個bearer 一塊大的骨瘦鋼 通常都是這樣 這樣佔著它 等那個low的distribution 是穩定一些 準確一些 那它這一邊就兩線行車 上下行都是 但是這一邊 譬如這裡 這一邊就是行人和單車勁 那變成 斬了兩件就沒那麼重 譬如這件 我聽他們說 好像三百多噸 那三百多噸 那釣運的時間就沒那麼困難 而且用不到這麼巨型 所以span 又不算很長 這裏可能四十多噸 那寬度也有限度 那用這個方式去做安裝 所以它不見有什麼former的東西 甚至連那些小小件 濕濕碎的Picart segment 都用不著一次過來 陸續看到很多安裝的過程 那這些 有些位置去看情況 包括那個 足不足夠行到的大船過來 即是那些大等船過來 還有這些位置未必足夠空間 或者這些 近一個 這個範圍 岸邊 它直接用普通的Bowland Candidial方法去做 這個航拍圖 當然 那基本上 剛才那些大建的 一個大跨道的橋面 就基本上完成了 就留回這個 這個 為什麼留回呢 因為所有的工作船最後要走 當它最後吊在這個橋面 裡面就進不了大船 那這裡的Headroom也不太高 這裡40米左右 以我所知 30幾40米 那這一節最關鍵了 這節當時都很轟動 經常都新聞 YouTube 很多這些片段 那這個呢 在南通 上海旁邊有一個很大的城市 南通 南通是在長江邊的 所以呢 就是fabrication 橋面呢 就下等船 由那個fabrication 橋面放進去等船 那些細節就好像也有一條鑰匙 你看回頭 有條鑰匙看到當時向南通的時候 怎樣有這些工作的過程 那這個船都特別做的 這個叫浮潛的一個 Susual Design 的等船 那它可以泵了水走 變成浮力多一點 它又要升高一點 然後就控制住 將那些水泵進去 重了它就沉了下去了 那它現在吊進去了 那用這些top boot 就拉到對的位置 慢慢調節 那這裡慢慢進來 這個範圍呢 就是這個main span 的範圍 那它的細節 其實有很多照片看到的 我抽幾張照片 你看到慢慢進入這個位置 這個進去了 那關是怎樣把它放好呢 那這個階段呢 它就浮上來的 所有這個浮潛的等船 所有水泵面都出來 它被浮得很高 佛羅高進去後 足夠的head room 去到這兩個portal的頂 不要妨礙的 只要進到來 進到來當然很細心 慢慢調校一些位置 大的鋼籃 一直調校一下 它的位置 然後呢 就開始慢慢放水 進這個等船 這個放水慢慢潛下來 過程當然要很細心慢慢調校一下 那不適合的話 不適合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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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泵水走 然後浮出來 再調節角 甚至放進去之後 都可以調節的 用一些適合的跡 可以慢慢調節 再調節實際的層級和姿勢 這個就是個過程 最後還有10張8張施錄 從不同角度 給大家看看實際情況 這是一個圖的圖構 圖是一個拱橋的性質 拱橋是用這些電線來拉到橋面 整個圖構也不複雜 大家可以想像到 這裏是最後一節 做完一節 這個監竄已經是所有大船都出來了 因為你看到另外那邊的行車路都放了下去 這邊就是步行徑或者單車徑 這裏是行車的 這些是臨時的 這些是臨時的 因為這條橋來的時間 這些重型的結構 運輸的過程很容易會有 就是用作施錄 這個也是用作施錄 這樣的一種 這個就像著做了 這個角色的結構 是受損的 那所以你看到這些 全部藍色的 馬 馬咀都是臨時的 是一種均勻的 它就是整體的 剛才我講的某一處也有些管道、電纜的那些過來的橋 這裏有一個預製的deck 這裏有另一個預製的deck 最後這裏用延遲循的方法把石屎駁起來 以後你看不到洞在中間 最後這裏就看到它駁回來這個日蒼城 這裏就不複雜的,這裏沒有什麼好做 這裏都有800米左右去到環島大島 另外一邊就是工業村 這整個範圍就是地鐵線的車廠 最後成為一個貴重的物業 好像十一二期的 這裏是最後一個期 做完一期就沒有了,全部都結束了 那麗派是要做一些Lois Berger的裝置 那這裏行人來到這裏就落回來 行人就不是再去的 行人來到這裏就有一條樓梯 就落回去地面了 那地面就回到樞安澳的內灣 那這裏就是最後那一段 那這裏也有條車路的 車路都是由這裏下去 另外一條直去 那這裏是行車的 那這裏有條車路的 車路都是由這裏下去 另外一條直去 那這裏是行車的 那這裏是行車的 那這裏的那個Lois Berger 其實Torch Beach 而是由製的橋面 這裏我可以看到 那裏這裏這麼巨型的 一組的一個Portal 都是由製的 這個整段 我習慣找到一個Deck 一個beach deck 橋面 這些 釣運上去的minor adjustment OK 那我這次都比上鐘多用10分鐘 那我基本上就講完了 我這個張藍隧道兼其他交會位都講完了 我都可以算了我Stop Recording 怎麼Stop呢? 回到剛才開始的那裏 那裏是Stop的 Stop Recording